所以说80年代的尖装跟五粮叶相差一选 有可能就是五粮叶的品质 各位各位大家好 我是根高 今天我们聊一下这个五粮叶 五粮叶真正的品牌有几个品牌 就是它底细的 什么贴皮尔加工的产品很多很多 但是许一五粮叶公司后 一直认为它就是核心的品牌 有几个品牌呢 我今天跟大家讲 第一肯定是五粮叶 第二绝对是尖装 第三才是五粮春 我们说尖装哈 尖装我们这就是尖装 这个尖装来说好 尖装早期的尖装 80年代尖装 其实跟五粮叶是同出车尖 同出一个标准 基本接近一个标准 就是说可能说达不到 他们当时的一个检验标准 那是80年代五粮叶公司 他们的检验标准 没有设备嘛 没有现代化设备 通过感官 他们一个之间组 感官 颜色 色差 口感 味道 来判断这个酒 是五粮叶的品质 还是尖装的品质 所以说80年代的尖装 跟五粮叶相差一选 有可能就是五粮叶的品质 所以说80年代的尖装 现在都是几千块钱一瓶 90年代都是上千块钱一瓶 然后这里像这种 这是2012年的尖装 这个就是复古的是90年代的一个风格 但是现在已经10年了 这个尖装 它这个风格就是 你看你看看这个 当时不贵 当时这个酒不贵 但是现在已经绝版了 清产了 就这种很有收藏价值 黄盖的 黄盖的 白边黄盖 很特色的 就是这种酒 我觉得很有收藏价值 不贵 不贵 现在的话 价格10年的话 可能就是在200左右吧 200左右一瓶 但是它具有收藏价值 因为它是五粮叶的核心品牌 核心品牌 而且是复古 很复古 这个90年的这个风格 整个包装风格 这酒汁都是优积酒汁 非常不错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这一类酒非常值得收藏 尖装 如果是有90年代了 那更好了 更好了啊 非常不错啊 看酒花看一下 给五能叶的酒花 看 这个酒花给五能叶 学生没有那么好 但还是不差呀 不多 这种货也是可遇不可求啊 就那么一点 关注更高 来解白酒